第七百六十六集 楚风的权益险些轰穿精神梦境 这是绝对的力量 让秦洛伊都吃了一惊 急忙应对 而后眼神冰冷 准备动用绝杀 吃吃吃的 下一刻 这片战场中 一道又一道剑光飞起 宛若天外飞仙 一个又一个秦洛伊 全都如同针纤横空 许许多多一起向着楚风杀去 防不胜防 一时间 楚风负伤 精神 身体 间歇 两强倒退 你超越观想境 他脸色难看 对方到了这个层次 号称宇宙前十大年轻高手之一 一旦超越观想境界 那是相当恐怖的 因为 楚风可以跨境界 杀其他进化者 可是 要对付同样无比经验的天骄人物 想跨大境界 那就太难了 他的精神能量爆发 他在施展共振术 在施展螺旋术 这都是以弱杀强的绝世妙术 他要拼命 同时 粗糙的石球 被以精神构建出来 还有无敌的话剧 也浮现在他身后 他要决一死战 当然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没有忘记一声大喝 针六道轮回 终极一事 楚秦争霸 名字很奔放 很粗犷 事实上是 他在施展共振术 螺旋术的同时 投入海量的精神片段 这一次有些不同 因为那些画面中 那些纠缠的身影 都是楚风与秦洛音 楚风 你这无耻之徒 今天我要将你代谢八块 秦洛音感觉 心绪波动太激烈了 这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居然被眼前这个男人 投映出这么多可怕的画面 如此亵渎 实在是难以接受 他的心枪 简直要炸开了 楚风不以为意 同样是精神领域的决战 你悄然拉我入梦 进入你的节奏中 我还没有说你无耻呢 这般偷袭我 你好意思责怪我 都是精神层次的战斗方式而已 你我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然后他再次大喊一声 楚秦争霸 万箭其非 秦洛音轻齿 他哪怕浑身通红 脸色如同染血 但出手还是冷酷的 动用最强手段 在梦中杀人 这一刻 精神领域中大震荡 上万柄仙剑 积舍而来 简直要将楚风搅碎 楚风 引爆一些粗糙的石球 场面雕刻着场域符号 这是他的杀手锏 逆天改变战局 到了现在 他心神大受震动 精神躯体在科学 因为他已经完全可以确信 对方超越观想层次 实力太恐怖了 不是他天赋 才情等不如别人 而是境界上有差距 不过 那致命一击硬生生被他抵住 万箭其非 没有能将楚风斩掉 可见 粗糙的石球 被他刻上 场域符号后 有多么恐怖 就是秦洛因都震撼 若是其他人 任何一个观想层次的修士 都注定要被他斩杀 同为宇宙最顶级天才 彼此能差多少呢 不可能跨境界大战才对 他心中波澜起伏 难以平静 你很强 但是在我的领域中 在我展开精神梦境后 我为主宰 你没有一点机会 秦洛因在开口 不急不缓 他在准备 而后酝酿出终极绝杀 突然爆发 一刹那间 又一股强大的精神能量注入 跟他融合 他的实力提升一倍 抵得上过去两个字迹 楚风一下子明白了 之前的秦洛因精神能量 没有全部投入这片梦境战场中 直到现在 他才毫无保留的出手 这的确是绝杀 正常情况下来说 低了一个大境界的楚风也无奈 也得隐恨 同为宇宙天骄 哪怕楚风再善战 面对这等人物 也很难夸大境界征伐斩密 不过他心中很冷静 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轰的一声 精神常于爆发 像是有血气滔天 淹没这片精神领域战场 强大如秦洛伊 也双瞳刺痛 精神无法探测对方的叙事 不过 他依旧提着精神仙剑 向前斩杀过去 他相信能斩灭一切敌人 凭他现在的实力 他仔细 可以排进宇宙年轻一代中前几名内 而非外界所猜想的那般 第九或第八 此时 一道身影迸发精神能量 恐怖无边 像是要自爆一般 朝着秦洛伊 扑击过去 这是典型的玉石巨焚 后方 楚风的真正精神躯体在后退 那道玉石巨焚的精神躯体 是他投出去的 那是天神族圣人罗洪的精神种子 一缕惊魂 数日前 他跟天神族少神罗伊决战时 该族圣人罗洪曾经暗中干预 并亲自下场 降了下观想层次的精神种子 结果被楚风俘虏 他一直没有处理掉 这两天 除去大黑牛 东北虎 老吕等人 为他筹谋策划外 他自己也在准备 封引罗洪圣人的精魂 关键时刻祭出 果然现在奏效了 秦洛伊哪里会想到 在决战中会有其他人采与 他感觉到 一箭斩落 有人陨落 精神印记破灭 他以为楚风被劈杀 短时放松 一刹那 楚风脱离梦境战场 冲出那片精神领域 回归现实中 他刚才 没有在精神领域中 去袭杀对方 因为那是对方最擅长的 他要在真实的世界中 去对秦洛因触击 电光视火节 楚风恢复 肉身躺起赤裂的神盲 眼眸瞬间有神 轰的一声 向着碾车上飞去 他的速度太快了 掌握有天涯咫尺 让他几乎要无视空间距离 这个时候外界哗然 两人刚才对峙 楚风发出梦一声 很多都以为他找到了 被拉入梦境 等待他的可能是绝杀 结果很快他就清醒了 而且这么的果断 扑杀向秦洛因 成片的惊呼声发出 很多人为秦洛因担忧 同时也有不少人在皱眉 回想到楚风的梦一声 似乎是喊出了真六道轮回几个字 难道说 他真的掌握盖世无敌的六道轮回秘书 所以才破解掉秦仙子的梦境 有人这般怀疑 楚风呢 直接出现在碾车上 周围血气滔天 背后无敌画卷浮现 身前粗糙石球排力 同时一手共振术 一手螺旋术 直接向着秦洛因哄去 这个时候 秦洛因没有他先回归现实世界 自然被动遭受攻击 因为他以为在梦境中杀了楚风 同时 楚风还祭出了一条捆铃绳 瞬间绑住秦洛因的双臂与身体 不得不说 大梦境图密宝无数 底蕴太深厚了 楚风的共振术与螺旋术等 足以将秦洛因轰碎 可是 他身上有五色神光腾起 庇护住躯体 因此 没有被轰杀 光芒暗淡时 楚风骑坐在秦洛因的一双大长腿上 双拳 则直接轰向他的眉心 天灵感 因为他知道 此女最强大的 就是精神领域 攻击其藏神的所在 最有效 而这时 他的无敌画卷也压落 向着秦洛因轰去 要磨灭其肉身 不过 刚才秦洛因身上的秘宝 为他争取到了时间 他一下子 从自己的精神梦境中回归 体外浮现画卷 挡住楚风的画卷 避过死结 同时他额头发光 没办法躲避开楚风的权益 但却在调动能量 硬是阻挡 楚风原本杀气腾腾 想要将他轰碎 结果对方及时醒来 精神回归 让他感觉不妙 这时 他看到对方的美眸上 怒火焚烧 杀意弥漫 顿时直接低头 嘴向下而去 此时 秦洛因戴着五色面具 胆怯露出美目 性感而鲜艳的红唇 也在落露 楚风 一口咬在他鲜红而湿润的红唇上 并且他口中 昏惑不清的喊道 追溜到楼灰 秦洛因 原本杀气冲销 双目冰寒 但现在呢 直接瞪大美眸 简直不敢相信 周围 所有人都瞬间石化了 周围是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如同泥塑木雕一般 呆呆地看着半空中 有些难以相信 宇宙星空中 年轻一代 最强十大高手之一 同时也是星空下第六美女 可谓是风采爵士 被尊为女神 现在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秦洛因 跟楚风原本在决一四战 可现在突然嘴对嘴 粘在了一起 怎么可能 那是秦仙子 有人大叫 声音颤抖 不敢相信 楚魔头 你找死吗 一个紫发青年 爆发滔天的血气 杀意沸腾 像是一头人形暴龙腾空 要扑杀过去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